他根本就不配被叫做台北 怎麼會這麼便宜 難怪學校建委屬戶都長滿了草 沒有前歌酒菜的下場就是這樣 對我真的沒唸過台大 你就唸過台大 收費表稍微再滑了一下之後 發現了一個更驚人的事實 台大的EMBA 看到這個價格我整個都驚呆了 下一集好好關注我們的EMBA特輯 台大終究還是台大 大家好我是洋哥 歡迎回到我們的前頻道 半公半讀2.0 又回來啦 上一集我們在介紹完南部的 碩士在職專班之後呢 獲得了巨大的迴響 高達2000觀看 可憐啊 我們的北部碩士在職專班 來啦 但是呢 在開始講北部之前 我們必須要道歉 我連綠色的恐龍拿出來了 因為綠色是道歉的顏色 我道歉 我們竟然忘了南部 也是有 交大的光電碩士在職專班 但是也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呢 在講北交大的時候 我們也會一併把南交大 到底開了哪一個班 一併的介紹給大家 現在就要來開始為各位介紹 北部大部分學校的碩士在職專班 到底有哪些呢 我們北部碩士在職專班呢 是從新竹開始算北部了 至於為什麼是從新竹開始 房價一品沒超過竹北 全部都算是中南部 我們就是這樣定義的 不要再問下去了好嗎 不同意的請舉手 沒有通過 說到北部科學園區的重鎮呢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一定就是 竹科科啦 竹科附近到底有哪些學校 想必大家是耳熟能想啦 四大裡面的台青礁城的青礁的部分 那我們第一間就來講陽明礁大 也就是俗稱的陽礁大 那南部的陽明礁大到底要怎麼簡稱呢 難道叫做南陽礁大嗎 好饒舌啊 那不如就叫做南礁大就好了 無聊 那為了我們有誠意的道歉 首先最優先來介紹的就是 南礁大的光電學院 我們把礁大目前有開的 在職專班一字排開來看 礁大開了非常非常多的 在職專班 也就是俗稱南礁大的光電班 那其實這樣看起來 我礁大算是非常有心的一間學校 因為我們之前看蠻多中南部的學校 其實電資類的 或跟科技業有關的在職專班 其實開的沒有那麼齊 但是礁大果然不虧是礁大 身為新竹第一學府 請大家會不會來讚我 反正礁大一定會贏的啊 果然身為科技業的第一學府 礁大是當之無愧啊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一般科技業 比較偏理工類的科系之外 其實也可以看到 礁大他不管在管理學院 或者是在法律類 所開出來的在職專班 其實也都是圍繞著科技業打轉的 甚至管理學院有開管理科學組 資訊管理組 甚至在法律類的話 也開了科學法律的研究所的在職專班 所以可以看得到 礁大幾乎所有的科系 都是繞著我們科技業打轉 那我們來看看 究竟礁大開了這麼多的在職專班 他是不是其實有練才的嫌疑在裡面呢 我們來看看究竟他們的學分費 是怎麼算的 我們來看一下 礁大的學分費 你會講陽明礁大 陽明的來讚啊 怎樣 我就習慣講礁大 你在那叫什麼 其實礁大的收費算是非常的佛心的 以北部來講 物價還是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也沒有超出我原本的想像 至少還是比東海還要低 礁大的話 每學期的學渣費 大概是落在一萬三到一萬五之間 那如果是學分費的話呢 則是落在五千塊到六千塊之間 雖然還是偏高一點 但是相信在足科工作的各位 一學分五六千塊 付起來其實也沒有太大的負擔吧 所以我們這樣統整看一下之後 覺得交大果然是 相對於我們之前看到所有 中南部的學校來講 他這個開課的狀況 可以算是數一數二 那收費的狀況呢 其實我覺得也算是平均值啦 因為其實有一些 他是靠學雜費收多一點 但是其實交大學雜費 收個一萬三一萬六 也是還好而已 那學分費當然偏高一點 但是大概就是北部水準 五六千塊 其實交大算是蠻有誠意的 果然不虧 我也是我們科技業心中的第一學府 看完交大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隔壁的清華 畢竟人家說清澆清澆 算了我到底想說什麼 這個直接電死 我們就來看看隔壁的清華大學 是不是有像交大一樣誠意滿滿 開出了滿滿的大禮包 清華這個看起來就比較練才一點 你不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清華看起來就更專注在 高階經理人相關的一些課程上面 所以一字排開幾乎都是 MBA跟EMBA的部分 為了一般我們這種 小工程師的進修 相對來講就少了一點 不過EMBA的部分 我們等下下一集我們直接把全台灣 EMBA的開課狀況 會再另外做一集 那所以EMBA的話 我們下一集再討論 我們把清大所開的 在職專班一字排開來看的話 就可以發現 清大看起來還是比較著重在 高階的經理人相關的在職專班 包含像是經營管理 碩士再職專班還有一些科技管理的 碩士再職專班 大概就是人家所謂的EMBA或是MBA 或是這邊MFM 主要大概都是關注在這些學程上面 那像交大一樣一些比較接地氣一點的 科系再職專班就比較少一點了 如果再另外來看的話 清大開比較多的呢 可能就是偏教育類的再職專班 畢竟我們這個新竹 我覺得應該可以算是全台灣生育率最高的地方 看來清大選了另外一個不同的路線 來進行發展 交大就專攻這些公司裡面被壓榨的工程師們 清大的話就專攻這些教育小朋友們的部分 至於學分費的部分 一般而言EMBA的收費都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隨便都是十幾二十萬起跳 這個真的太恐怖了 清大的部分開課的工學院 也就是他們的工業工程管理系 他的學雜費跟交大是差不多的 每個學期是一萬三千塊左右 學分費的話就比交大再更高一點 每個學分是八千塊跟東海一樣 東海怎麼一直被拿出來編 沒想到我們北部看到第二間學校 就已經頂到中南部的天花板了 南北的消費水準還是不太一樣的 不要下班好嗎 我們已經看完了竹科旁邊的兩大名校清交之後 我們就繼續往北部走 新竹繼續往北部走之後 就來到台北了 沒有啦是桃園啊 不要把桃園忘記了好嗎 說到桃園大家心中想到的會是哪一間名校呢 當然就是中原 啊不是 中央大學 其實桃園的學校也還蠻多的 我們開放學校土內 讓我們把它列在我們的名單上面好嗎 但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桃園比較著名的國立大學 那就是中央大學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 身在桃園的各位 如果想要在職進去的話 在中央可以有什麼樣子的選擇呢 其實中央大學 仔細一看的話 其實他也算是開課非常非常全面的學校 絕大多數的科系幾乎都有開出了在職專班了 包含像是哲學歷史 如果這樣算一算 我覺得大概至少有十幾個系有開在職專班 那如果跟我們科技業比較會有相關的 列出來的話就會是 光電系 機械系 通訊系 以及資工系 這幾個是會跟我們科技業比較有相關的 其他看起來也有一點關聯的 像是網學所 人資所 竟然中央有人資所欸 啊我突然想到那個救一時是不是中央人資所 之前有反過一個來賓 好像也是中央人資所出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轉換跑道 成為這個HR 想要體驗 咔人的快感 獵人頭的快感 都可以考慮一下中央的人資所 其他的話像是什麼 人工智慧精準醫療 這是什麼奇怪的東西呢 不過這應該是比較偏醫療類的 那包含 常見的EMBA 中央也都有 甚至還有兩岸經營管理組 好所以中央看起來 其實他開的在職專班的系所 算是非常的全面的 我們來看一下中央的在職專班收費 到底如何呢 跟剛剛青椒比起來算是便宜一點的版本 果然桃園的消費物價還是比新竹低一些啊 這也蠻合理的嘛 畢竟房價也是 中央的話呢 他們每個學期的學雜費 大概就落在一萬兩千塊左右 至於學分費呢 則是北部收費 每個學分大概是五千塊到六千塊之間 其實這樣看下來 北部的國立學校的收費 大概就是這個Range 每個學期學雜費就是一萬多塊到兩萬塊以內 那學分費的話呢 每個學分就是五六千塊 其實我覺得中央看起來就是蠻樸實的啦 只是位置比較遠一點 而且在山丘上 大家如果喜歡看夜景啊 其實也是可以考慮一下中央 那我們接下來呢 北部裡面的中南部看完之後 我們要看正北部啦 我們剛介紹的都是一般的普通大學 身為科技業 我們應該也要為各位來介紹科技大學 來到了天龍果之後呢 先為各位介紹我們的台北科技大學啦 那究竟北科大身為一個冠名台北的科技大學 究竟他開了哪些在職專班呢 其實北科也開了蠻多電子電機 或是跟科技業有關的學系啊 看起來相關性比較高的 當然一個就是包含製造科技研究所 唉唷 聽起來就很適合給產線載讀 另外一個就是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電子電機工程碩士班 其他的話則是包含一些 化工化學相關的 像是化學工程以及分子科學 高分子有機高分子相關的碩士班 那比較特別的呢 則是他們還有智慧財產研究所 其實智財的東西 在科技業裡面應該也是算蠻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對智慧財產相關的議題 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一下北科大的智財研究所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收費標準 到底有沒有符合北部的水準呢 哇我覺得北科大是一間非常非常有心的學校 他們直接在職專班的學雜費 他直接列出來說 你如果要畢業最少最少 學校給你收多少錢 他直接把四年的學雜費 以及你畢業最低所需的學分費 全部都算出來給你了 哇非常非常的直覺 那我們還是稍微講一下他 每個學期要收多少學雜費跟學分費 他每個學期收的學雜費 大概落在一萬三到一萬五千塊左右 每一學分的學分費 則是四千七百三十六塊 哇 他根本就不配被叫做台北 怎麼會這麼便宜 難怪學校見聞屬物都長滿了草 沒有錢割酒菜的下場就是這樣 那我們剛剛有說 他們非常佛心把四年的金額都算出來了 那我們也就把他們算好的 參考金額給大家看 基本上四個學期 畢業所需要繳的學雜費 加上學分費 大致上就是落在二十萬到二十三萬之間 你只要把錢準備好 好好認真念書 準時四個學期畢業的話 基本上二十三萬就可以打死了 總結來看 北科算是一間 滿佛系的學校 我自己覺得 開課的數量不錯 收費 我相信在以台北的標準來講 已經算是滿平時的價格了 連表格也都如此的樸實無華 直接告訴你 四年到底要花多少錢 滿不錯的學校給他按個讚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天大地大台科大 台青教程我不怕 我們就來介紹編號118的 台科大 台科的一字排開 幾乎跟科技業有關的 他們都是開在EMBA上面 包含像是他們的 高階科技研發碩士學成 以及半導體高階經營 兼研發碩士載子學成 哇這個名字 聽起來就價值滿滿啊 好不好 一個學歷 讓你把所有的關鍵字 都難化進去了 果然真是大普帖 我相信收費一定不費 至於其他的 碩士載子專班的話則是 自動化控制研究所 以及他的機械工程相關的 碩士載子專班 他們的硬科院的話 也有跟北科一樣 開出專利研究所 也有開出碩士載子專班 所以其實統整來看呢 台科跟北科 很明顯看出誰是老大 誰是老二 老大 台科就專心的 練才 喔不是 專心的 把這個高階相關的課程開好 北科的話呢 就比較樸實一點 實打實的 好好的服務 訓練好一批 未來可以去上高階課程的人才 不要瞎掰好嗎 究竟台科的收費 會是什麼樣子的水準呢 以收費標準來看的話 台科大致上就是落在 每個學期的學雜費 15000塊左右 至於學分費呢 則是落在5000塊 到6000塊之間 其實跟北科 我覺得也算是差不多的等級 只是一般科系的載子專班 開的就是比較少 所以雖然價格在那邊差不多 但他就是沒開啊各位 看完了台科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來看 不只是北部第一學府 也是台灣第一學府 世界排名第69名的台灣大學 幸好不是89 我相信每個人都曾經幻想過 如果我是一個台大的學生 我抱著厚厚的原文書 在椰林大道上面漫步 原來 台大 對我真的沒唸過台大 你就唸過台大 大家都曾經幻想過 在椰林大道上面騎著腳踏車 不小心追撞了前面的學妹 的這個情景 感覺好像很棒了 那我們來看看 究竟兒子曾經幻想過的台大 我們如果去唸 做事在職專班 究竟有哪些課程可以選 以及收費是多少呢 究竟能不能打破 我們目前心目中科技業第一學府 洋交大的地位呢 身為科技業的各位 有沒有機會 利用在職專班 再成為這個碩士的跳板呢 很不幸的告訴各位 機率沒有那麼的高 台大果然不虧是一個 比較全面型的大學 所以他開出來的在職專班 範圍還蠻廣的 包含像是政治啊 經濟啊 臨床醫學 土木 各式各類的都有開 但是 跟我們科技業比較相關的 我們稍微檢視了一下呢 主要是 工業工程研究所 以及 資訊工程 他們資工系 也有開在職專班 以及電信工程 有開智慧科技 以及資訊安全的在職專班 主要就是這四個項目 是比較有關聯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台大究竟 他的收費狀況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看到 台大跟其他學校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他學校大部分都是學雜費 一筆錢 那學分費 另外每個學分多少錢 台大比較特殊的 他是才吃到飽制 就算是在職專班 也跟一般生一樣 就是告訴你 每個月你繳多少錢 你就可以整個學分修到飽 就剛剛提到的 像是工學院 或者是理學院 相關的科系來講的話 他的在職專班的收費 每學期大概是落在6萬塊 出頭吃到飽 至於工學院的工業工程研究所 則是特別高 大概每個學期是10萬塊 到11萬之間 才有辦法獲得吃到飽的資格 哇 這個吃到飽 應該是豪華特餐啊 為什麼工業工程研究所這麼高啊 我們在這個收費表 稍微再滑了一下之後 發現了一個更驚人的市值 工業工程研究所 絕對只是小額科而已 以位數來看 只有10幾萬 怎麼可以對得上尊爵不凡的台大學歷呢 台大的EMBA 才是最頂的啊 哇天啊看到這個價格 我整個都驚呆了 想要擁有台大的學歷 好好工作賺錢啊 我真的覺得 這不是你們一般人付得起 至於是多少錢 下一集 好好關注我們的 EMBA特輯 台大 那終究還是台大 那總結來講呢 我們所有北部 這些著名的國立大學的 在職專班開課的狀況來看的話呢 我覺得科技業心目中第一名的 其實就是交大了 果然不愧是科技業第一學府 開的課程數量夠多 那收費我覺得也還算是蠻平時的 對於園區的各位來講的話呢 也算是距離很近的選擇 如果你不是處長等級的 那我覺得交大 是你非常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在園區裡面 但是你已經有一定的位階存在了 很多供應鏈都需要來巴結你了 這時候你就要好好學會 EMBA的經營管理之術 這種時候呢 清華大學各式的高階經理人的 在職專班 或許就是你可以考慮的 桃園的部分呢 居然就沒得選了 就是我們的中央大學 雖然誠意蠻滿 但是可以覆蓋到的市場 還是蠻有限的 還是要好好的祝福中央大學 成為這個桃園在地良心 繼續堅持下去 那至於北部呢 縱觀來看其實北部的收費 也沒有到非常的驚人 北部的這幾年學校 如果你只是要碩士學位的話呢 我相信各位應該是都負擔得起的 以北科公布的這個價目表來看 全部念完就是二十幾萬 大概就打死了 但是 如果你想要獲得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頭銜 只能告訴各位要好好賺錢啦 下一集我們的EMBA特輯 就來告訴你 究竟EMBA是學歷證明 還是財歷證明呢 如果你心中在北部 還有哪些學校 有非常值得推薦的在職專班 但是我們漏掉沒有講的 也歡迎在留言處告訴我們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個系列 大家再見啦 掰掰